剛才我們說脫掉的死皮 其實有些角質蛋白 我們就發現在冷氣 就算是在冷氣裏面 我們都找到這些酵素去拆角質蛋白 剛才我給大家看 它的酵素的作用就是 將東西剪開 剪斷了中間的邨體 釋放了蛋白質出來之後 蛋白質可以分解 蛋白質分解就會變成胺基酸 胺基酸可以產生剛才的體臭味 亦都可以產生剛才我們說的阿蒙尼亞味 阿蒙尼亞味如果積聚了很多 就會在空氣釋放出來 想你包住自己 因為脫掉死皮是一個非常極自然的 一個生理的情況 就算你封住自己 它一樣會脫掉 不過脫在你的衣服裏面 脫掉衣服的時候 就一樣做出來 所以其實不是叫大家不要脫掉死皮 不是的 只不過如果一個冷氣 真的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是跟那個隔塵網有關 然後換了去 處理了去其實就沒事了 接著討論一下 你也有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